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无论如何 其实文哥如果大家有准时收看我们的频道的话 文哥早上连线 是的 已经跟大家讲了 文哥你几点连线 11点对不对 大家努力一点 没有 不要只看我的节目 3D财经台的节目要从头看到尾 没有 是要跟大家讲 你什么时候拉起来 11点你讲 你讲主义心太多对不对 你去看今天早上什么时候开始拉 讲完就开始拉 一路往上拉 这又拉尾盘收最高 是的 看有没有这么厉害 那接下来怎么办 而且今天很重要先收月线 对 月线是什么灯 绿灯 绯腰 没有啦 其实大家听到月线绿灯 可能压力会很大 我想慢慢跟大家解释 那当然我所强调 是一种所谓的专业 就像我举个例子好了 今天早上要开盘前 应该有很多投资朋友 希望多放几天台风降 因为怕死 没错 我今天还想说胃都痛起来 想说今天应该会跌300点 对不对 正常人猜至少跌3%以上 一定要 因为国际股市是怎么跌的 没错 而且早上又开盘前 又传出什么沙烏地阿拉伯 什么主权基金牵扯到福斯 然后又要在亚洲股市大部份调节 很恐怖耶 对然后大家的压力可能很大 尤其做期货的 而且今天台北股市蛮贼的 你知道 它开低之后 震一震之后又往下做击杀 对 那么为什么说贼呢 因为往下做击杀过程当中 相信我一般的软体 从上个礼拜我的买讯又变空讯 对 那你如果说是百分之百相信 你那些破铜烂铁的软体 你给它空下去很抱歉 到收盘你又在流眼泪 那么其实呢 日子过得非常非常快 其实有关于月线的部分的话 它是比较长线的 long turn horizon 它比较长线的一个所谓的方向 那只是在短线的一个所谓的部分 你到底要怎么样去掌握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转折呢 就像今天下午我在 录广播节目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笑的问题发生 主持人跟我讲说 谢老师啊 你知道吗 现在你未来事件部 既然有人在使用这个名字 我说不可能 全头裤绝对不可能 有人敢用这个名字 那不是 是人家报纸 报纸在写的未来事件部 那么我说过了 其实要讲未来事件部 这一个名称的话 它的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代表我们的节目 实在跟你讲未来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月一个月 每天这样不断 日子不断过去 你要怎么样去掌握 这个波动的一个财富 重点就在于说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做一个所谓的 操作习性的改变 我一再跟他有强调 你要想尽办法 改变战术策略 你才有办法 迎接赚钱契机 就像我每天在节目当中 一再跟他有报告 我说主力做什么操作 它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 包括周线月线关键价 包括一个所谓 多空主力心态 那你想想看 为什么说日子过这么快呢 我们稍微快速回顾一下 不会浪费大家太多时间 这是当时在8月24号 台北股市跌破10年线 那时候的字卡 当台北股市跌破10年线 不是之前告诉你 融资减肥大鱼 什么大盘下跌不度 这个行情要架空的 看到大盘跌破10年线 它告诉你全力放空 可是我却告诉你 主力心态已经转多了 结果之后 有没有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有一多 连续涨五多 主力心态连五多 小心这个行情会持续軋空 等同于最简单的 就是这一段连续五天的上涨 这一天是MHCI 去调降台湾的 一个所谓的平等纪金 那这两天 台北股市的成交量 就只有600多亿 那时候不是有很多人 跟你讲说 会回党打第二只脚吗 结果当时只有我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它是多 等同从8月24号到9月9号 操作难度它真的不高 然后之后的9月16号 也因为美国股市的利空 我记不记得那时候 我的节目 我每天只告诉你 那叫做回马腔 我没有跟你讲第二只脚 第二只脚跟回马腔 它的定义差得非常非常远 回马腔的意思 就突如其来 瞬间来自于国际股市 所导致台北股市的跳水 那叫回马腔 结果之后在当时 这是盘中连线的制卡 跟3D制作台盘中连线的卡 当时8月16号 9月16号也跟你预告主力心态多 9月17号大涨 一直到9月18号 也就上上个礼拜五 跟你预告主力心态空 就上个礼拜台北股市 有没有真的如预期跳水 那等同于这一段 这一段也不难 从9月9号到9月22号 你只要每天有收看 我们的一个所谓节目 你是可以百分之百去掌握 它每一个所谓趋势方向的转折 然后请问大家 其实到824到922 这一个月的时间 1945点的波动 我说真的 还算蛮容易去掌握的 那这是我最近常遇到的 一个所谓问题 因为很多人 你会或比三家 你会看我节目之后 又看其他投过老师节目 你要去选择一个人 让你长长久久 带你稳健获利的老师 可是我所强调的一个重点 在哪里 基本上 你仔细想看 这一段1945点的波动 我所强调的是 事前的一个所谓预告 那么什么叫事前预告 我请问各位 上个礼拜 从礼拜二开始 操作难度有没有很高 有 你看我节目 我有证明给你看 我说奇怪的 怎么主力心态它有多 它也有空 等同于 这是上个礼拜主力心态 上个礼拜五 四 三 二 一 上上个礼拜三 跟你预告主力心态多 礼拜四大涨 礼拜五 跟你预告主力心态空 礼拜一跳水 等同于这一段 是非常非常容易 可是为什么上个礼拜 可是为什么上个礼拜后四天操作难度这么高 我在上个礼拜有没有跟你预告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 它离月线的一个主要的关键价非常非常的近 再来遍 你们会去想到底是要选择我还是选择其他老师 可是我只能跟你强调 你自己要想尽办法睁大眼睛 因为我这边真的有太多带枪投靠的投资朋友 我知道如果我每天都不跟你解盘 我的节目叫做看图说故事 什么叫看图说故事 涨上去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买在这边 跌下去的时候 我跟你讲放空在这边 放空在这边 反正每一个高点都是我的主力心态空 每一个低点都是主力心态多 我讲坦白的 你一定会参加我 你一定会选择我 可是我觉得一个人 一个人要有他的一个所谓使命感 一个人要有他的一个所谓责任感 我绝对不会 涨的时候跟你讲有波段多单 跌的时候告诉你有波段空单 就像我请问大家 如果今天这个行情是开地走地 你的老师会告诉你波段空单大赚 奇怪礼拜跟你讲多的 今天跟你讲空 那种片很大的一个所谓行为 你自己要懂得去做一个所谓的分辨 我说过了 我每天如果告诉你我大赚 你会感觉到非常棒心动 因为大家需要钱嘛 你想要住好的房子 你想要开好的车 没关系吧 浮丝丢掉再换一台宾室就好了嘛 就只是钱而已 那问题在你在追求金钱的过程当中 我真的麻烦各位一件事情 你真的一定要选对老师 选对老师 每天事后告诉你大赚 真的很厉害 超级无敌赶片的 可是你只要选到这样的老师 不出一个礼拜 你就会付出非常惨痛的一个所谓代价 基本上就如同 你记得在上个礼拜五 我在节目当中 我是怎么跟你预告 再一遍 从8月24号一直到9月22号操作难度很简单 那么为什么上个礼拜后三天 主力心态会有多有空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 是为了月线寻找它的一个所谓趋势方向 那么月线寻找趋势方向之前 它一定要从短线先找到那个方向 那你记得我在上个礼拜五 我在节目当中 我怎么跟你预告这一个礼拜三的 上个礼拜五 我跟你预告心态还是多 没问题 你刚才也看到了 那我也跟你预告时间 第一段你会看到空方时间 第二段你会看到多方的一个所谓时间 那么就是因为空方时间 导致于台北股市今天跳舞开低 那问题重点 开低之后到底是开低走低 还是开低走高 很简单 你能拨杯 你能拨杯 如果拨不对 你今天就会很凄惨 可是就我的一个所谓角度 我一定是架构在心态的一个所谓的多空的方向 就像今天早上9点15分 他先往上拉这一段往下回档的过程当中 我告诉我的会员 9点15分的时候 主力心态它是一个标标准的多 而且我说过了 我可以这边买 这边卖 这边买 这边卖 可是真正有多少老师能拿出盘中最及时的一个所谓证据 这一张是今天我传给三立财经台盘中的一个所谓主力心态的图卡 那么你自己去查 刚刚自己也讲得很清楚 我的连线时间是11点钟 今天从几点钟 第一段拉起来 开始上下震荡 上下震荡 上下震荡 如果你没有主力心态 你的软体在上下震荡的过程当中 可能出现了个放空的讯号 结果你又被嘎了 那为什么上下震荡 上下震荡的时候 我还是告诉会员心态多 而且把盘中最及时的证据 我都帮你保留起来 第一段 我在这边跟会员做预告 第二段 当他冲高之后 又往下做一个所谓的击杀 我一样跟会员预告 主力心态 他还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结果让我预告完之后 从11点钟开始 行情有没有快速往上做一个攻坚 好 这是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 因为主力作手 他真的永远都比你早知道 所以说我还是老话一句 如果你只要那些红买绿卖 事后去改参数的软体 或事后改call讯单的 你就不要来找我 我的节目是让你了解 你今天来找我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做一个 标标准准的运作 好听清楚 我们先把短线讲完 短线讲完之后 你压力比较不会这么大 至于我问你一件事情 你现在看到美国期货盘 它现在是涨了 好像涨了150几点 那你会不会担心 今天美国又开高走低 对啊 之前的经验之后 现在的确会蛮担心 是的 那么基本上 如果说今天台北股市 尾盘主力心态是空 那美国应该就开高走低了 可是今天收盘的时候 主力心态它是一个多 甚至我连这边都解给你听好了 空间麻烦你稍微操一下 时间明天早上 你会先看到多方之间 第二段会看到空方之间 再一遍 上个礼拜五 跟你预告今天时间 先空后多 明天的时间刚好颠倒 那至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 还有主力心态 还有包括这些多空防走架 到底该怎么算 麻烦你自己把课程拿回去 好好的研究 好 我们来讲比较严肃的问题 那么月线关键价 它是落在8x98 今天我把这个1给放进去了 那我请问大家 刚刚志愉说呢 今天收盘是拜拜拜拜 就8181嘛 那收盘说8181 我的月关键价在8198 代表我收盘小于月线的关键价 代表大盘月线跟上个月不一样 从红灯转为绿灯 那么这时候 你可能电视要关的要走了 谢老师会还放康啊 我等一下会证明一档股票给你看 我们上个礼拜有机车 我们有放空一档股票 我等一下会证明给你看 好 那我再给大家好消息 笑脸迎人 那到底有什么好消息 很简单啊 因为OTC上柜指数 它的月线它是红灯 好 我先把行情 跟你做一个所谓结论 大盘是绿灯 对 OTC是红灯 对 好难喔 应该从明天开始 很抱歉 大盘的量应该六七百亿而已 因为这个逻辑 我讲坦白的 是很少见的 我发明月线关键价以来 这是大概第一次遇到的 第一次遇到的 就像当时在五月没问题嘛 没问题嘛 那时候五月的时候 五月的时候就一路放空 为什么要放空 再来一遍 赚钱真的很简单 月线红灯你做多 月线绿灯你放空 当时五月在九千七百点 跟你预告放空 六月底跟你预告放空 六月底我开始来三立财经台 跟你预告放空 我逻辑很简单嘛 月线是绿灯 来到七月底 老师你卖人家 你去笑啊你啦 每一个人都说要 嘎空暴富性上涨 来到八千九百六十八点 你还预告月线是绿灯 没错吧 就让我讲完之后 让我讲完之后 这个行情有没有一路跌 那时候的三级股 跟这时候的三级股 再来一遍哦 那次六月三十号 我上三立财经台第一天 我在节目当中 跟你预告月线绿灯 外加主力新太空的 让我点完名的股票 不知道什么 红达电 郁金光 华雅科 一直到TVK 甚至很多人当时 被三级股搞得快崩掉了 季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直跌跌跌跌到跌倒 跌到上个月的月底 总算看到了一个所谓买去 因为很简单 大盘百分之百 月线绿灯 OTC绿灯 全世界股票月线也是绿灯 外加主力新太空 就跌到人阳马翻 对不对 那是我的一个所谓SOP 很多人说老师 我找了很多老师赚不到钱 因为很简单 你的老师根本不知道 每一个月主力作手 到底是要做多来放空 所以他赚不到钱 那我的SOP很简单 你就看大盘的一个所谓 月线关键价 老师再讲一遍 下一个月 也就明天开始 加全月线绿灯 OTC红灯 那基本上的话 代表量缩 量缩这个行情 会走一个小箱形的区间震荡 既然小箱形区间震荡 你要听清楚 急涨急跌反向操作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 当时放空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跟你预告 之后呢 之后你看当时放空的股票 每一档股票全部暴跌 金电还从45块跌到22块钱 神经病红达电 空到133块钱 1000多块跌下来的 跌到41块钱 我请问大家 那是价格的问题吗 我当时空到131块的红达电 你们会笑我 说神经病你怎么空红达电啊 结果结果要41块钱 结果之后呢 之后呢 当月线从绿灯转回红灯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 我也跟你预告 我当时请你起床 给你多头召集令 你会鸟我吗 Nobody burn me 因为我倒了 全部输光光了 可是当时如果5月底 开始跟我放空 6月放空 7月放空 来到8月一直空空空空 空到8月28号 你能不能先避开 这3000多点下跌的风险 而且我不是事后 跟一般头顾老师一模一样 拿软体出来唬烂 我是在节目当中 事前跟你做预告 你事后也得到 一个所谓完整验证 结果做多的标的 从华雅科金店 南店立凯到一家 甚至包括第二阶段的 Biotech生计股 那时候第二阶段推出来的时候 我还问志玉 什么叫Biotech 你不要跟我说 你不懂英文 这跟英文没有关系 重点是你要赚钱 说老师我哪知道Biotech什么 Biotech不知道什么 我有遮吗 C6的志情我有遮吗 我有遮吗 所以现在志玉也在等 志情什么都可以买回来 没错 你知道他脸就知道了 没有使用很简单 他现在的话 就是当他突破了第一条多空线 主力心态而且是多 那时候我在节目当中 有没有一直连续跟你追踪 你看看他一直成长 看他一直成长 看他一直成长 当你看到这条鱼的时候 当所有的头户老师跟你讲说 志情要追的时候 因为我的节目跟别人不一样 在于哪里 别人是等志情跌下来 告诉你他卖最高 可是志情还没跌下来之前 他叫你拼命买志情 这样操作合格吗 可是会不会做到事前的预告 有没有跟你预告 来掉了这一条多空线 你绝对绝对无论如何 绝对不能追 结果呢 让我讲完之后 上礼拜三 上礼拜三 志情往上几掌 有没有跟你讲拜拜 结果志情有没有从232块 跌到199块 那重点就在这里 基本上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 你们很喜欢把这种你认为很专业的东西 不管包括指数选择权股票一模一样 交给我们这一些每天穿着光鲜亮丽 每天超级会画大饼的老师 跟你讲说你只要跟我操作 我一百万呢 短短一个月时间可以变一百五十万 十年一百万可以变一千万 可是我只要请问各位 在这一场深层游戏当中 你到最后 你是hunt or be hunted 你到底有没有了解你的一个所谓的角色 你选错老师 你充其量只是主力作手嘴巴中的一块肉 你只是他的猎物而已 你们为什么会选错老师啊 有时候我一直想同样一件事情 为什么会选错 你自己想想看 我盘中连线节目当中 我们是怎么样去做预测 做完预测之后 有没有得到百分之百的一个所谓验证 这是你要的一个所谓的方向嘛 就要这样举例 这个是我上个礼拜哦 我已经开始跟你露线了 这是上个礼拜五的一个所谓字卡 来的麦适合批 我没给你多一个字 我没给你多两个字 我说股价在月线关键价之下的 连发科 他跟我打发科 你看我们这个助理多喜欢发科啊 连发科到群连到TPK 上个礼拜有TPK大涨 你以为我不敢讲TPK哦 那上个礼拜有TPK大涨 跟你讲说他手中有TPK 他今天会讲TPK吗 那我节目就不要再看了啦 跟你预告这些股票 月线是绿灯 我还请你打电话进来求救 包括LED当中的龙达 你不求救下场 我会证明给你看 马上证明给你看 这个是上个礼拜我的抠讯 绝对空得到 这个价格叫做26.6 26.6 因为呢 因为我们在10.06分的时候 就告诉会员2448的金电 拍谁啦 26.6先空一笔 老师 不对再一遍 金电那时候你叫我们做多 没错 就如同华雅科 补空 反手 做多 还记不记得呢 金电来到29块钱以上 我们是陆陆续续把它卖掉 我没有告诉你空在29块哦 来到26.6定价 定价 在10点钟发出这样抠讯 保证成交 放空金电 因为我已经跟你预告3698的龙达了 既然有龙达之外就有金电 那我请问大家 那今天金电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行情不错啊 金电是跳水 今天跳水 今天金电来到25.1耶 再一遍 你手中 其实有很多啦 我等一下下一节 会列更多给你看 基本上 10月份 零和赛局 赢家全拿 你要怎么样成为赢家 选对节目 选对老师 第二个重点 你手中月线绿灯的股票 你一定要出 因为唯有月线绿灯的股票 你先把它出掉 你才有可能在十月围成的大计划当中 一加一让你大于三 那问题如果说你手中月线率 老师我今天联发科长 好啊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嘛 我已经跟你预告了一个所谓月线的一个所谓关键价 258块 甚至群年220块 我们之后来慢慢的验证 所以说你要怎么样把握我们的一个所谓十月围成计划呢 很简单 好好把握我们广告中的资讯 或甚至于你手中这些比较弱势月线绿灯的电子股 你想得到一个所谓需求跟协助 广告中的电话把它拨通 你自然会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是好 非常谢谢文恩哥 我们先休息一下更多精彩内容 马上回来 华信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选股 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 专业 诚信 负责 支付专线 022392 3988 买就送 是的 太和工房中年庆 既然买316保温瓶 买大 送小 清巧好用 快来太和工房 好理相送哦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这个文恩哥 好的 那个秘密武器赶快拿出来 秘密武器哦 下个月怎么办 这个是我上一个月 不是上一个月啦 上个礼拜啦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报告 我说月线绿灯做多生技股 月线红灯放空电子股 好 那么基本上 其实操作就跟跳舞一样 你要掌握哪一个所谓节奏 这张字卡我想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 月线绿灯的股票 你要注意反弹的一个所谓的卖点 卖点 真的啦 如果说你手中有这些持股 你要勇敢面对 就像当时在133块钱 我告诉你我放空宏达电 169块钱 我告诉你放空TBK 45块钱 你看我做的东西 我记得都记得 我还真的背出来 45块钱 我请你放空3474的华雅科 结果华雅科连20块都跌破了 结果当时之后跟你预告 补空反手做多19块钱 结果之后又涨了三成 你敢做吗 你不敢做 那问题重点就在于说 你从我之前成功的经验 你已经得到月线观价重要了 我现在跟你讲话 不是叫你看着我的脸 你要去看说 这一些股票 有没有点名到 你手中的一些所谓持股 如果有的情况之下 我真的无论如何 请你10月份 大盘会量缩区间震荡 既然量缩区间震荡 不是每一档股票 都能享受那个拉抬的力道 手中月线的绿灯的股票 你一定要懂得出 因为出完之后 你才有本事 就像TBK嘛 很多人超喜欢做TBK的 我就不知道你们为什么 要去做这种 主力心太空 然后箭头往下 连多空线连碰都碰不到 连碰都碰不到股票 现在在这边了 包括联发哥 包括群联 都是之前很多投股老师 在买的股票 那你自己想想看 我所跟你预告的怀特 我上礼拜跟你讲说 怀特人家是主力心太多 老师涨好多 今天我们继续涨 这差别在一遍 这个是绿 Green Green 五年 这个是红 Pink 有没有看得很清楚 而且怀特是站上两条的一个多空线 同样的 我只要请问大家 上个礼拜 这张股票叫展望 连续横盘三天 我也跟你预告 它主力心态还是多 结果心态 这三天跟你预告 结果有没有拉出两根红板 人家平手拉出来 因为很简单 它的主力心态 它是一个所谓多 甚至包括4162的志勤 上个礼拜我应该也报告过了 它还会持续整理修正 那么志勤 它的一个所谓的机会点 到底是落在何处 导播你别人找到 当然是月线的一个所谓的关键价 等同于这个时候 我给大家一个非常真实的 包括1464的得力 这种股票的话 也是主力心态多 而且股价在月线官价之上 怪不得他们能创波段上面的新高 所以现阶段 我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你们要做一些home walk 你要想尽办法 先把那些月线绿带的股票 太弱 我的定义弱不是用均线 是用月线的关键价 那当然你不知道怎么太弱的 很简单 你把我们课程拿回去 看自己算 算完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 每一档股票的一个所谓的真伪 那当然更希望大家好把握 我们十月围城的大计划 让你一加一大于三 抢救你手中的孙政商 记得改变广告先 拨通电话键做完整下询 是好 非常谢谢文哥 那么就是今天 我们的未来事件部 精彩内容 谢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